中南亞 中南亞 中南亞進步得很快 相當這個聯盟 它又是四個外語 所以本來強度就很強 但這個聯盟也是健康的 所以我看到今天這個戰場 我一點都不會意外 加入NPO 因為大家能看到這個聯賽的發展 就是球隊越來越多 水平越來越高 然後也有一些不同的平台 能讓國內球員來參加 給國內球員一個 另外一個平台的機會 因為中國的話除了CBA 就是NBL NBL就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for the local players they can play 跟其他地方的球隊 就是 就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要好好保護這個職位 不要害怕 不管你看聯盟他在辦這個記者會 跟所有出席都是各隊的老闆 都親自都來 那球員的陣容 大家也慢慢都了解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健康 而且很難打的聯賽 所以那時候也是因為這樣 這個我們才願意來挑戰看看 從去年六隊到今年九隊 就是這個水平比去年很高很多 就是我們也不可以決定 今天我們可以得到去年的成績 但是我們就是為 去年六隊去年六隊 去年六隊去年六隊 去年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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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聯賽的實力是不差的 因為每個隊有兩個外援 有兩個heritage players 由於來說水平均很高 所以也是對每個國家的國內球員 有可能是機會來訓練 然後 一場一場打吧 就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目標 你目標是冠軍了 沒有隊目標不是冠軍 所以其實大家目標都是一樣的 一步一步越來越踏實 四個月前只有我跟謝民 跟黑人講來講去 隔兩個月後 我們簽了幾個球員 隔兩個月後 我們跟張化縣 縣長議長簽約 接下來我們球員早期 然後現在也來這邊 跟其他各國的交流 我覺得就是一步一步的 那把我們要做台灣的 這件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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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